大家好,欢迎来到刘简厨房,我是刘简 今天给大家分享萝卜粉田馅大包子的做法 记住,蒸包子不要直接上锅蒸 教你小技巧,蒸出了包子,松软好吃不塌陷 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先来裹面 往面坪里倒入500克的普通面粉 再准备一个小碗,往里面加入300毫升的温水 加入5克的酵母 一般一斤面粉要加到3-5克的酵母 再加入一勺白糖,促进酵母的发酵 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 把酵母化开 接着再用化开的酵母水来和面 边倒边搅拌 搅拌成面絮状,下手揉成面团 把它揉成一个光滑柔软的面团 一般蒸包子的面团要比平时蒸馒头的稍微偏软一点 然后盖上保鲜膜,找一个微暖的地方,让它醒发至两倍大 今天要蒸的是萝卜粉条馅的包子 我们先准备一把粉条 把它剪断 把它放入盆里面 往里面加入开水 把粉条泡软 用筷子给它搅拌一下 让粉条完全的筋膜在开水里面 接下来准备一个洗净的萝卜 去掉两头 然后用擦湿器直接把它擦成细湿 现在这个季节正是吃萝卜的季节 多吃萝卜对身体非常的好 锅里水烧开 把擦好的萝卜丝倒入锅里焯水 煮大约10秒钟就可以了 然后把萝卜丝控水捞出 放入凉水中过一下凉 再使劲的挤出萝卜里面的水分 然后放在案板上 把萝卜丝再切得短一些 切好后把它收入盆中备用 这会儿粉条也泡好了 再把粉条给它冲洗干净 然后控水捞出 把它放在案板上 再把粉条切得短一些 这样包包着的时候比较好包 切好的粉条收入大碗里 往里面加入少量的酱油 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给粉条上色入味 搅匀后 再加入少量的食用油 进去搅拌 这样粉条不会粘连在一起 包包着的时候也比较好包 接下来锅烧热 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温热的时候 加入小把的花椒进去 用小火慢慢的炸出花椒的香味 麻味 花椒炸出香味后 控油捞出 然后往锅里面倒入多一些的葱花 进去翻炒 炒出香味后 关火 往锅里面加入一勺十三香 再倒入粉条进去翻炒均匀 然后把切好的萝卜倒入锅里面 加入适量的食盐调味 半勺鸡精 再加入适量的生抽 蚝油 给它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 我们的粉条萝卜馅就调好了 把它直接倒入盆里面就可以了 这会面团发酵好了 一般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 看一下 里面满满的蜂窝组织 这个小碗里面 留少量的温水 再加入两克的小苏打 用手给它搅拌均匀 搅匀后倒入面瓶里面 均匀的和面团揉在一起 揉匀后面板上撒上一些面粉 把面团放在面板上揉搓均匀 揉光滑 只要把面团揉好了 蒸出的包子才会又白又松软 不会发黄 然后把揉好的小面团再搓成长条状 再切成大小相同的面剂子 把小面剂子再用手掌稍微的按扁一些 然后用擀面杖来擀包子皮 皮全部擀成这样中间厚周围薄的皮 这样包包子的时候底部不会露馅 下面我们就开始包包子 拿出一张包子皮 放上适量的馅料 像这样 再稍微的整理一下 这样一个包子生坯就做好了 再看一个 拿起一张包子皮 放上馅料 用勺子给它按压的紧实一些 这样放的馅料比较多 然后给它捏着 像这样转着圈来 把它捏起来 再稍微的给它整理一下 这样一个包子生坯就做好了 包好后把它一次的摆在蒸壁上 这个时候的包子记住不要直接上锅蒸 一定要进行二次饧发 盖上盖子二次饧发二十分钟 饧发好后蒸出来的包子才会又白又松软 包子不会发黄 不会变硬 包子饧发好后 直接冷水上锅蒸包子 饧好了包子 从外表看上去圆鼓鼓的 用手在包子上面按压一下 能够回弹 然后盖上盖子 直接开大火蒸 锅里的水烧开后蒸15分钟 时间到后关火 先把锅盖稍微的提起一点透一下气 两分钟后再出锅 这样可以防止包子塌陷回缩 这样热气腾腾的 萝卜粉条馅包子就蒸好了 包子不塌陷 不回缩 而且蒸的又白又松软 香气扑鼻 看着就想吃 掰开看里面的馅料 特别的鲜香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转发 点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们每天都会发布不一样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